上午10点,中国女排天降喜讯,蔡冰总决赛门票高枕无忧,球迷沸腾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那么最近的中国女排在保加利亚第三周的比赛也是即将开始,那么这一次的比赛呢 将会在28号的10点钟来进行,也就是晚上10点 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中国女排接下来呢想要在这一次的一个比赛当中闯进决赛的话 起码要在第3周的比赛呢拿下两到三个对手扩大我们的优势 因为从目前来看来中国女排在四联赛当中排名是第6的 我们还有第4的意大利女排呢还差一个积分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只有说接二连三把这一次四个对手当中其中起码打败三个呢 我们才能够最终确保这一次进入 这个四联赛的前八呢是高枕无忧的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而言那么这一次能否拥有这么大的一个优势能够接二连三打败对手呢 也确实关乎到我们最终整体征战的一个结果和成绩 而就在最近呢非常值得高兴的是那么在中国女排抵达我们这边的保加利亚之后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也是天降喜讯接连收获两个喜讯 都是非常有利于我们接下来呢获得更好的一个排名的 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消息 就在最近的上午10点根据媒体的报道那么首先第1个消息呢是来自于韩国女排的 大家知道在第3周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个对手呢就是韩国女排 说实在的本身韩国女排的实力呢不是特别强大 所以我们的大比分战胜对手呢是有一定的一个希望的 而且就在最近的一个热身赛当中呢 他们的核心复攻韩正好英呢 韩英为何波兰这场比赛当中啊出现了一个伤病 是接下来呢要缺席第3周的比赛的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呢那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本身韩国女排的主力 这个核心球员呢 就不是特别的多 他们非常的依赖正好英呢等等几个主力 那么现在呢这个主力核心呢又出现伤病没有办法来出征和中国女排这场比赛 所以呢我们中国女排这场比赛呢无一占据比较大的优势 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呢 确实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消息 除了韩国对这边的整体主力出现问题之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巴西女排目前呢 他们的主力复工呢迪亚娜也同样的面临着类似的一些问题 目前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巴西女排的主力复工呢在最近因为脸部要做个手术啊 所以近期确定的将会退出本次第3周的比赛以及总决赛 那么这样一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那在接下来这第3周首次面对巴西女排呢 我们在主力在复工方面将会占据更大的优势 我们将有机会呢更大的一个希望能够去打败巴西女排这个对手 那么这样一来只要我们接下来把巴西女排包括韩国女排 以及其他两个对手呢能够打败的话那么中国女排这一次啊进入总决赛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问题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除了巴西和韩国女排整体目前的主力核心缺息之外的话 像多米尼加和波兰呢这两个球队整体的一个实力也不是很强大 在过往呢也都是中国女排的手下败仗 所以从目前来看来整体啊第3周比赛的一个征战的形势呢对中国女排而言还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相信很多球迷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也会非常的振奋 确实呢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接下来我们整体的一个真诚呢会变得比较 逊畅 所以呢我们也祝福中国女排接下来呢在第3周的比赛能够再接再丽 只要正常发挥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么相信拿下这些对手呢 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也期待着中国女排在第3周的比赛能够过5关 展6将最终的实现我们在赛前定下的目标就是进入总决赛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